二不三药 预防肺癌 如同其他恶性肿瘤一般 引起肺癌的主要原因包括了个人遗传 后天身心保养以及生活环境等因素 因此,除了避开二手烟 透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的调整 已被证实能预防肺癌发生 华人惯吃高温热油料理的菜色 厨房里的油烟为例其实就是隐形杀手 使用油加温到冒烟状态 油脂被分解、裂变、氧化 就会产生有害物质 因此烹调时一定要打开抽油烟机 很多人做菜时习惯关火同时关掉抽油烟机 这是错误的 应该要让抽油烟机多运转五分钟 确保周遭的悬浮为例都能被吸走 此外,做菜时 最好还能戴上能够抵挡悬浮为例的口罩 多一层保护 根据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报告 饱和脂肪酸是肺癌的危险因子 尤其红肉在高温加热过程中 会产生杂环岸与多环芳香听等致癌物 增加肺癌风险 烟熏、烧烤等加工肉品和酒精饮料 也是会提高肺癌风险的饮食 台湾功能医学营养师驴梅包指出 蔬菜水果中含有大量维生素系籍类胡萝卜素 胡萝卜素、番茄红素、黄酮类化合物 银多等抗氧化营养素 能让DNA正常运作 抵抗自由基伤害 即便损伤了也能加速细胞修复 降低离癌风险 此外 蔬果和全骨杂粮类当中也富含纤维 可作为肠道菌的食物 代谢短链脂肪酸等产物 可帮助肠道粘膜修复并提供能量 透过血液循环带到肺部、脑部 维持组织健康 Omega-3脂肪酸可以抗发炎 于是肺部功能就能发挥得比较好 且研究也发现Omega-3有助于癌细胞的细胞凋亡 抑制转移 Omega-3的良好来源包括鲑鱼、秋刀鱼、青鱼、竹甲鱼等 一周吃2-3次就足够 美国癌症研究所AICR指出 同时维持健康饮食和适度运动 可降低30-40%的罹癌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WHO 针对成年人的建议是 每周做150-300分钟中等强度的心肺有氧运动 或75-15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 其中中度强度运动是只会感到稍微耗力的运动 例如快走、跳舞、爬楼梯、园艺工作等身体活动 而高强度运动则包括跑步、爬山、快骑脚踏车、球类竞技运动、游泳等 健康生活编辑部 就会感到稍微耗力的运动 就会感到稍微耗力的运动